姑姑就是跟我说 如果以后我欺负你了 她就把我扔到河里去喂鱼 那我会变成美人去救你的 奶奶 你的这个老房子 不会一直这样的 晓妮已经跟我说过了 她会亲自设计 把这里重新修好之后 借你们回来住 这是谁啊 妈 你现在认不出来了 这是晓妮的老板 老板好 奶奶 你就放心吧 晓妮以后一定会成为一名 优秀的设计师 她不仅会把这间老房子修好 以后啊 还会给你们更好的生活 好好好 太好了 太好了 老板 你要帮忙啊 放心吧 奶奶 我一定会帮忙的 晓妮 老板说了 要帮你的忙了 奶奶 别再说话了 您再说下去 我们会以为你以前都是装糊涂的 怎么说呢 真是的 我不糊涂 不糊涂 不糊涂 奶奶回来就清醒了是不是 走走走 我们去那边看看我的房子去 你老记得广嘎嘎嘎 怎么不记得我的房子呢 这是 这个就是我经常想象的画面 姑姑搀扶着奶奶在院子里散步 院子里已经种满了各种花花草草 你怎么了 就是想到了以后的日子 心里很温暖 7月 夏天 奶奶 记不记得小周 你经常带我来这里玩 我怕下水抓鱼 小宁啊 你像个男孩一样 在这儿游泳 是吗 是啊 奶奶担心 叫你不要游 不要游 一不留神 你又跑过来游了 游游很厉害的 我听小宁说 你之前带她回来过 对 我们回来过 你是真的喜欢小宁吗 真的 我们家这孩子吧 就是单纯 还冒着点傻气 但是啊 身体善良 虽然在外面打了不少攻吧 也没什么社会经验 她要求有什么 做得不好的地方 多包容 姑姑啊 我觉得小宁 非常地懂事 也很努力 我都不用包容她 是她一直在包容其他人 包括我 行 我给奶奶拿点水啊 你笑着说你好 你笑着说你好 让我 夏天就结束了 你去哪里 怎么了 姑姑是不是又数落你了 没有 姑姑就是跟我说 如果以后我欺负你了 她就把我扔到河里去喂鱼 那我会变成美人去救你的 再见后悔无情 可恶不得你 你们还是要被线 我会变成美人去救你 我不会变成美人去救你 我不会变成美人去救我 我 是